讲讲王校长 兄弟王校长实话实说 咱惹不起 实话实说 这没有什么可吹牛逼什么的 其次 咱有什么资格评价人家 论势力 论金钱 对吧 论微博粉丝数 论直播 论这些 咱没有一个能跟人比 咱有什么资格评价 比咱们牛逼的人 对吧 这没有道理 你评价 只能评价你认为那些 不如你的人 你可以去评价 比你高的人你咋评价 你说人不好 这人不会演戏 人火呀 人粉丝多呀 人挣钱呀 你评价人有什么用 你评价完怎么 人家不挣这钱了 人不吃这碗饭了 人的粉丝粉转黑了 感谢WES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守护 这话说了对不对 咱评价有啥用啊 你评价完了 你看我轻易不评价 评价一个倒一个 我后边准备评价 评价另一个主播 我希望对吧 我最后能做到说 真的把孙大锤这个名做事 咱评价谁谁倒 那时候兄弟 你可以在我的房间说 来一波吧 地诗 能不能评价一下这个 能不能评价一下那个 边上那个人都瑟瑟发抖 不要评价我 不要评价我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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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得是这样兄弟 那咱评价得有意义 咱的评价评价完了 天哪跟着在放屁一样的 评价完了一点笑意没有 也没有新闻也没有影响力 你评价啥意思 谁听你评价啊 你逼逼什么呀 有那功夫兄弟 我自己真的 对吧 关灯上床好不好 我 我干这么无聊的事 我吃饱了生的 高空极限